在Android的手機 或者是Tablet也好 下載Zoom這個軟件 要來做Zoom的Meeting 一個可以視像對話的軟件 首先就進去那個版面 找你Android的Play Store 就是這個 按一下 進去 進去之後 在最頂上 找Zoom的軟件 在最頂上 自己打進去 打的時候就點一下 點一下 然後就打Zoom這個名字 現在這裡是中文 轉回到英文 對 打Zoom 它的軟件其實叫做Zoom Cloud Meetings 對 就安裝這個軟件 按一下Zoom Cloud Meetings 你便會見到這個是軟件 如果你的軟件是沒有的 你便會見到 安裝 它是不用錢的軟件 按按 安裝就可以了 按按 安裝 當然你的軟件要駁回家的Wi-Fi 好 當它下載好之後 其實軟件會自動擺在你手機版面 你看一下有多少個報章的版面 如果你只有兩個報章 一撥一下版面已經有了 但如果你有很多報章 便要找找 譬如現在我們找回我這部手機 究竟你放在哪裏 你看到它放在Zoom那裏 所以我用手指去按一按Zoom的軟件 當它打開軟件之後 它就有一個叫做Join a Meeting 那Join a Meeting就是讓你進入我們課室 如果你是Zoom的會員的話 即是它的Member 那你就可以sign in 它 但其實這個軟件是不需要是Member 你都可以進入他們課室的 只要你是我們的學生 我就會傳一個email給你的 那我傳一個email給你 裏面有什麼資料呢 這條link你見到 這一個是那個email的 後面你見到其實是電腦來的 即是手機後面的電腦 那你見到這裏其實是一個email來的 那你收到的email裡面 就會見到這條link 這條link就是要來給電腦用的 那你不用用它了 那你要用的東西就是 有一個叫Meeting ID Meeting ID是由九個數字組成的 三個三個一組 第二個是Password 你叫Password 那這些是不用記的 你就是那一堂你跟回那一堂的資料就可以了 即是Meeting ID或者那一堂的Password 那Password有時候 如果我在Z那裡 在Zup的時候 是設了不用Password 你是打完Meeting ID 已經進入到課室的了 但如果它叫你打完Meeting ID之後 它就打一個Password 叫你打呢 那你就打一個Password 那它什麼叫做打呢 怎樣打呢 就是當你開了Zoom的軟件 你進入了之後 你按這個Join and Meeting OK 按這個一下 按完之後 你見到這上面 搜出來就是Meeting ID的 它就打了 它已經預料你要打的了 那你就把那九個 我的email給你那九個號碼 OK 如果你說不用開電腦 你就抽到那九個號碼 那現在就打了 880 這個號碼是不用記的 因為每次電腦做出來 是不同的 所以不用記的 Password也是不用記的 好了 那現在打完那個號碼之後 你就按這個Join Meeting OK 你見到畫面呢 其實就是我那個畫面了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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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畫面 就會問你 是否arbeiten 是JoinWith Video 或者 Estoy With painter 大家記得 第一 如果你選了Join With Video 在大畫面那裡 你就會給其他同學 看見你的樣子 依時候你們做運動的老司是想看 miliver 做得對不對 所以老師見到你的樣子是很重要的 但是問題是儀刊在這方面 我們就沒辦法可以保障到同學 告訴你其他人不會拍到你的 雖然我們一定會跟同學要求 大家不要錄影了上課的片段 但是因為他們現在放一個攝錄機 或者手機遠一點然後zoom回去 我們可以在畫面上完全不知道你在拍攝 所以這是靠同學的自律 所以當你點了Join With Video 你記住你的樣子是會有機會給別人看到 如果有些人喜歡這樣做的話 我們都有機會你的樣子是出了街的 但是如果你說有些班 我就這樣聽老師說就可以了 我不用給別人看 其實你可以選擇Join Without Video 因為這是一個視像的軟件 之前他都預料了大家是Join With Video 因為是開會 大家面對面在對方 所以他都highlight著Join With Video 我們現在選擇Join With Video 但是當你選擇Join With Video的時候 你就會聽到那個feedback了 因為兩部機器太近了 所以就會有feedback 所以我還沒按Join With Video之前 我現在就要選擇一個 說多東西給大家聽 就是上網當你用這個時像軟件的時候 記住要知道自己是否在用Wi-Fi 還是用你的手機的Data 如果手機沒有Data 那就沒有問題啦 一定不會誤用啦 但如果不然你自己弄清楚 在你的手機上這個位置 你會看到一點然後有一個弧形 這個就是說你駁了你家裡的Wi-Fi 或者駁了譬如我們現在在儀康 駁了儀康的Wi-Fi 現在知道是在用Wi-Fi的 如果不然在Android的手機上 通常這裡就會淡色了 它都見到但是沒有了色 你現在看到是白色的 然後我們就去看一下畫面 我一定可以 zoom近一點一點 看看是不是 但如果在iPad Apple的手機上 它就未接受到那個Wi-Fi的時候 它沒有了這個東西的 看不到的 但Android的那些 如果你見到是看到它沒有色的 現在你見到白色的這樣 這個就是知道自己是不是在用那個Video 那麼記住這東西 現在我們就按進去Join With Video 然後我們就看看畫面 現在看到右上角的小小的畫面 其實已經是Conference的縮小了 稍後放大它 在你的手機裡的情況是誰是老師呢? 這個就是老師 這個是你自己 小小的那個是你自己 另一個方法呢 我們在Android這機裡面 怎樣可以是Join a Meeting 那就是我們不需要打 那九個數字那組的號碼都可以的 那個方法呢就是 進回我們那部Android機 然後呢就去回我傳給你的email 所以我們就看回email 看回email呢 你們會見到我傳給你 因為每一堂之前呢 我們都會傳給你 告訴你那個link去那個課室的嘛 那所以呢 你看回這個email 這個來的email呢 就是我傳給你那個 OK?所以每一課前你留意一下 那這邊呢已經有set起了那個課室的了 這個是課室的畫面 好的 好了 那我們在那個email那裡呢 其實我們也有講過那個email 那那個email呢 在之前我們看過呢 就是九個number 九個number 九個number那組 我們打進去吧 那叫meeting ID 或者一個password 如果要的話 那但是呢 另一個更加簡單的方法呢 就是呢 我們這部機 一定記住 是已經裝了zoom 這個apps 然後呢 按那個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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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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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打开了 打开的时候 因为我这个 reparing the meeting Please enter your username 因为我已经是有 account 所以可能这个时候 他们要问我 username 如果你没有 account 他应该是不用问你这些东西的 因为不一定要有 account 进去的 正如在那个叫做 之前讲过 我们是就这样打个9个 number 或者如果要password 打个password 但因为这部机是有 account的 所以他就叫我 讲个 account给他听 那你会见到画面现在出了来 就是不需要打个9个 number 只是click了一条link 他就会见到这个画面 就是老师的画面 然后你看回课堂那边 这个是老师 这个就是刚刚加入来的你 OK 那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我们还没弄完 那个 记得我们说有声音 你按这个 第一是按了一个回音很大 所以我还没按这个 OK 其实这样已经拼了下去了 然后就是 譬如说你要听到声 那你按这个 它就是说用那个 device的声 那接着我们就可以接触到 那现在要出声了 那现在要出声了 那在Android机 就不是太大回音 那但是你听到 那要出声了 OK 就是这样 我还没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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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